好 上一段我們的競評語言已經講到了 如果說你想知道基層的感受是什麼 就是告訴你 你把這三點提出來之後 大家覺得 國民黨還是卡來卡去 還是在內鬥 立委恐怕叫五十以上 對 到底國民黨主席 無論你聽到了沒有 今天他有最新回應 來聽他怎麼說 沒有任何卡任何人的味道 我們都歡迎都來不及了 怎麼可能去卡任何人 不會的 但是既然要參加初選 每一個人都要拿出規定的作業費 而且都一定要登記 不管是主動或者被動登記 總是要登記 這是規矩 你想想看 如果有一群人參加初選 我們大家通通有繳錢 只有一個是不必獎集的 那一個就是他 連被動來登記都不登記 這個不好 我們也考量過再三 所以最後的這個共識就是 不管你是主動或者被動 既然要參加初選的機制 那工作費總是要交 別人都交 只有一個或者兩個不交 這個我們再三檢討 恐怕都很難處理 所以我只能這樣講 這就是商量過以後 大家認為這是一個公平公正的 初選的 等於是一種競賽一樣 有的Taste of Love I 博浪咖啡巧克力風味 這樣說得過去嗎 鼠席堅持他是一個 公平公正的初選 跟競賽一樣 所以他不能偏頗任何 對 公平公正 公平好棒棒 我老說救人是被動了 這怎麼會是一個 公平公正的東西 你一開始 你一開始就有問題 如果真的是公平公正 你就從來就沒有什麼徵召 也沒有什麼被動災捲這個問題 你就是全部每一個人 自己去登記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覺得吳登義主席 現在就在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根本壓根不希望韓國瑜來 你就是這個意思 不就是這樣子嗎 不然的話你訂出這個 到底什麼條件 然後告訴我沒有人有特權 然後我想請教一下 那郭台銘為什麼會有參賽資格 那不是很好笑嗎 你們從頭到尾都在玩特權 現在告訴我說沒有人有特權 我真的覺得莫名其妙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 另一個現場 韓國瑜市場 現在正在臉書上頭的直播 會不會回應這件事情 來聽最新 一直在問韓國瑜 你為什麼每天都要說發大財發大財 會不會太俗氣了 所以我覺得我想跟各位好朋友來報告一下 為什麼我當高雄市市長 急得讓高雄發大財 高雄的財政已經困難到沒有辦法 我們就以今年2019年的預算來看 我們稅出大概要1334億 我們整個稅入大概1270億 短缺將近65億型台幣 我們人事費用花了將近51% 大概683億左右 我們社會福利支出 接近100億 接近100億 90幾億 我們還債 一年還25億 我們所有的負債 公布披露的財政部是2400多億 那資金短差 六大資金 六大基金短差是800億 而且就是3200億 還有一個勞保費 急欠大概有84億 也就是接近3300億的負債 想想看一個高雄市政府 每一年支出1300多億 負債有3300億 現在更嚴重的問題 我們現在所有支出的金厂門 薪水啊 社會福利支出啊 高達84% 我們所有的資本門的 不管是鋪路啊 造橋啊 淹水的防範啊 各局處的用啊 38個區的用 這麼大的高雄市 我們只能用214億 也就是100塊錢 我們用的這些 大概只有16塊 這是全六都最低的 那負債是六都最高的 所以我當了市長之後 我就講 一定要發大財 高雄現在最需要 就是賺錢 那賺錢 有很多方法 你要說韓市長 你好俗氣哦 俗不可耐 天天同臭味 這個城市如果再不去賺錢 開源截流 會破產的 這破產之後 整個高雄市民就越來越辛苦了 我們現在有好多錢 像我們現在鋪路 鋪了八十幾條 錢不夠了 怎麼辦 去找社會的資源 像我們教育 我們希望城鄉之間 尤其是像一些 在污染區嚴重 裝冷氣 否則高雄小朋友 讀書太辛苦 這都要錢 每一樣都是要錢 還有青年創業 青年要創業的話 沒有資金他怎麼創業 所以我們每一筆都在 不管是環保 交通 教育 警政 所有的社會福利 每一樣都在花錢 但是問題我們一百塊錢 只能用十六塊 所以高雄市的財政 非常非常的困難 講一句不客氣的話 這個錢不是我借的 這是過去政府 一點一滴借下來 我是兩個肩膀 把它扛下來 咬緊牙根 再哭我都不說話 不是我含歸借的 所以說現在 我們高雄在充經濟的時候 我一直希望能超越藍綠 大家一條心來衝 所以我上來高雄市長 跑到東南亞 跑到香港 澳門大陸南方 跑到美國 整個高雄的知名度 就全部跳起來 現在全世界的華人 在看高雄 想想過去幾十年 高雄知名度有這麼高嗎 有這麼多人 關心高雄嗎 我當市長 就像一個超級推銷員 不停的衝 讓全世界看到高雄 如果大家腦袋裡 對高雄沒有印象 你怎麼叫人家來 怎麼來投資 怎麼來觀光旅遊 所以充城市的知名度 充城市的光與熱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市長本身 可以擔任超級推銷員 那這個就是我們現在非常困難 第二 我們現在財政這麼困難之下 我心裡面 我相信很多高雄市民 心裡面是委屈的 過去幾十年來 整個台灣的中工業 百分之六十在高雄 高雄的環境 負得重大代價 高雄的平均壽命 比其他六都還要少一歲到兩歲 所以現在就是說 如果全台灣人都能了解 就希望對高雄好一點 因此我提出資金區 我說高雄要四個一 第一個一定要有國際大機場 現在從雲林 嘉義 台南 高雄 屏東 這六七百萬人 要是跨國飛的話 要到桃園機場 南台灣沒有一個國際線的話 要到大機場 第二個 就是希望有個資金區 什麼叫資金區 很簡單 就是把所有的 進口的鬆綁 人才鬆綁 資金鬆綁 所有的原材料鬆綁 以及產業鬆綁 那在議會有議員來問我 那你要怎麼鬆綁 你怎麼講得不清不楚 其實身為市長 很多事情是分工授權 我只是反映高雄的經濟 要脫胎換骨 如果行政院 願意選一個點 來做自由經濟貿易區 拜託 選我們高雄 就像我前任市長 陳菊 女士 她也提出 高雄需要資金區 前臺南市長 賴欣哲先生 也提出 希望臺南 成立一個自由經濟貿易區 今天我當高雄市長 我也要提出來 因為人才如果鬆綁的話 所有跨國的白領階層的人 可以進入高雄 金融 如果資金鬆綁的話 全世界的錢都可以來高雄這個資金區 如果原材料鬆綁的話 很多來料加工 在高雄生產完 完畢後 行銷全世界 像這些鬆綁就是我們資金區 那這樣的話將來高雄這個資金區 所有的人流 金流 資訊流 可以全世界來接軌 就像現在中美貿易大戰 很多美國的產品 歐洲產品說 我們需要秘密生產 怕商業機密 洩漏出去 如果高雄有資金區 我們把資訊安全管理 一個生產基地 這不是很多人都會來高雄投資嗎 所以我在想是說 高雄 這個資金區 是高雄一個脫胎換股 非常重要的 好機會 那議會的議員 如果是正式的質詢 我完全接受 我們市政府 要改 一定改 如果議會是刁難 純粹為難市政府 完全沒有必要 因為議員也要了解 當然是你要了解 我們真的非常的窮 我們現在想方設法 竭盡我們的腦力 就是要把高雄機器充起來 所以說 資金區 是一個可以的突破點 它整個人開始鬆綁 像我們教育 像我們的醫療 像金融 有人跟我提一個案子 香港金融是全亞洲最強的 可是這些金融人才 如果退休之後 或者準備退休 香港地方非常小 住香港比較舒服 還是住高雄比較舒服 當然高雄舒服 香港可能住了20坪房子 30坪房子 就已經不錯了 來高雄 同樣的錢 可以買50坪80坪的房子 如果這些金融人才 願意資金區設立之後 願意來到高雄 我們高雄資金區 當然可以發展為 台灣最棒的金融中心 因為我們借用外部的人才 所以資金區我的一個想法 就是希望高雄經濟 能夠真正的脫胎換骨 這是我要跟所有關心我的好朋友來報告的 再來一個就是說 我這四個月來市政方面 說實在的 我們鋪了大概80幾條的路 鋪完路以後 因為我們嚴格要求 我們的集配還有我們的AC的比例 目前為止 高雄市民在鋪路過程之中 都可以感受到 陸屏磚外在積極的進行 但是說實在的 我們的錢是比較少的 這個一下子下去以後 這個錢都有一點不夠的 現在還要去外面 要來開始募款 再來鋪海 看不見的 大概1萬多個洞 最嚴重有236個洞 這個下大雨以後 簡直不得了 目前我們大概補了35個左右 希望在6月底以前 能夠把這236個危險的鋪海 把它補起來 因為怕颱風的時候 這個雨水從湘海滲透出去 這個對高雄 整個路面也好 住家也好 人民的生命財產 會造成重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現在急得不得了 像我隨便舉一條路 像我們前軍區金服路 你看在我們修路之前 是這個樣子 我們修完道路之後 現在變成這樣子了 這是隨便其中一條路而已 這個馬路在修前跟修後 你看看差了多少 這是修之前 這是修之後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說 24小時在施工的時候 都要監控這個道路 所有施工的標準 施工的材料 絕對不准脫工檢量 一定要嚴格要求 那這是我們對 我個人當的市長 我對陸平之間非常重視 還有一些例如 像一些國際活動 像一些不管是 中華民國重型機車 還有一些高峰論壇 董事長的會議 還有世界杯高爾夫球比賽 大家這一段時間都來了高雄 後半年 還有很多活動 要在高雄辦 像台灣人辦的全球玉山科技協會 大概有兩三千個會員 第一次 有史以來第一次選在高雄 今年11月 要在高雄召開 全世界華人的高科技廠商 來高雄開會 這個對我們高雄 就有很多投資的機會 像屏東的春浪 25年都在屏東 今年第一次也在高雄舉辦 像兩岸營展 也是從台北移到我們高雄 在這裡辦營展 那像這些就是說 所有的人一定要不停的進來 那我說像今年 光我當成市長這四個月來 來高雄擴大投資的 我就隨便講幾個例子 國際電子 他投資1650億 創造700個工作機會 像台郡科技 投資105億 創造2500個工作機會 海拔王 海拔王的董事長是我們高雄之地 我跟他講我們幫高雄湊 聽說他眼淚都掉下來 他現在開始在整個我們前政區 投資80億 要做最大冷凍物流大冷 大概可以多200個工作機會 他又花了50幾億 把85個大樓給賣下來 部分的樓層 做他營運的總部 以及做他一些相關的產業的發展 以及在燕草的南六企業 又投資了35億 多創造72個工作機會 那未來呢 像工業總會 王文淵先生 帶來工業總會 好多好多大老闆來到高雄 他們也有興趣 大概投資1600億到2100億 為什麼大家都看好高雄 覺得高雄未來潛力很大 所以我覺得是說 招商引資非常非常重要 再來還有一個 上次我在馬英九前總統開的經濟論壇上 面對這麼多專家學者 大家都在談論台灣的經濟 台灣經濟 我要跟各位好朋友來說明 現在台灣就業人口將近有700萬人 700萬人是在做所謂的庶民經濟 什麼叫庶民經濟 像有的 像批發 零售 物流 餐飲 小個體的商人 等等 將近700萬人口 所以庶民經濟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們這個產業 將來政府 怎麼去輔導 創造更好的條件 幫助庶民經濟 非常重要 我就在那個場合 面對這麼多經濟專家 我就說了 跟民眾講太高深的經濟理論 大家聽不太懂 我就提了三個問題 什麼叫愛情 一個男的追一個女的 什麼叫愛情 喝咖啡 看電影 寫情書 送鮮花 最後 愛情希望 洞房華主義 什麼叫選舉 也能不裝 民意調查 到處行銷 打文宣 拉票 請客 吃飯 什麼叫選舉 一句話就講完了 票多的贏 票少的數 第三個問題 我就跟這些經濟專家 來表述 什麼叫做經濟 對我來講 我觀察了高雄 這麼一年多 就是一句話講完了 東西賣得出去 人進得來 大家發大財 如果東西賣不出去 人不願意進來 請問 高雄要怎麼辦 台灣要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 沒有什麼莫測高深的大道理 我東西一定要賣得出去 人一定要源源不斷的進來 講完以後大家哄堂大笑 這個比喻大家覺得很有意思 其實這麼兩句話 裡面牽涉到多少的經濟理論 多少的經濟研究 但是對我們一個地方政府來說 卻這麼簡單 東西要賣出去 人要進得來 目前為止 我們現在水果 水產品 還有花 五月份 高雄的花開始賣到澳門 接下來 雞肉 鴨肉 鵝肉 豬肉 我也準備開始玩笑 三天前 澳門帶了第一個 觀光醫療團來到高雄 二十個人來高雄健康檢查 他們一進到高雄的醫院 某一家醫院嚇一跳 因為他們觀念全部都是白的 進到醫院都是白的 結果進到台灣高雄的醫院以後 全部是像飯店跟賓館一樣 他們嚇壞了 沒想到這麼舒服 重點 過去人家不知道 澳門不知道台灣的醫療這麼厲害 台灣醫療的服務這麼棒 他們一年送一萬人 到泰國曼谷 去做健康檢查 第一天第二天到醫院 三四五六觀光旅遊 第七天拿到健康檢查報告 回到澳門 我就拜託他們 你為什麼不來高雄健康檢查呢 我們高雄健康檢查那麼厲害 我們幾大醫院系統 而且我們的人工關節 我們的肝臟移植 我們的神經 我們的醫療美容 我們的牙齒的此刻 全部都是獨步亞洲 全世界最好的 澳門現在 OK了解了 他們現在有了信心 也願意來了 那像這樣一個狀態的話 就是我們高雄要把自己的優勢 盡量推銷出去 萬商雲集來到高雄 東西盡量來出去 那人盡量進來 然後現在開始像這個花 我非常開心 我去澳門 我一看這個花 第一個想法 請問花你從哪裡買來的 他們從其他其他地方 那你為什麼不跟台灣買 他說我們不知道台灣高雄有花 還有我們內蒙的這些火荷花 這些花多的不得了 各種花 他說那我們下第一張訂單試試看 6600萬台幣 一個月600萬 可以嗎 我說謝謝謝謝謝謝 馬上五月份就要出貨了 再來我們各種方面 都要開始出去 那我覺得這一點是 我要跟高雄說的相信來報告 另外一點好多人關心 青年朋友的事情 我們五月份 我們要成立青年局 那青年局呢 我覺得大部分的工作 就是幫助青年創業 可是我覺得很多朋友不知道 或者說知道 沒有把它講出來 人間處處有愛心 現在很多朋友 聽到我們高雄成立青年局 幫年青年創業 我們只是嘴巴講出來 就已經2000多萬的 新台幣捐款進來了 像我們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青年局成立之後 我們就籌備出於成立 我們2000多萬的撥進去 後面我們還要幫青年創業 找更多的資金 年輕人要是沒有錢 沒有資金幫他創業 會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們青年局好多人關心 將來要怎麼做 我就要跟大家報告 高雄市政府成立的青年局 最主要的工作 重點工作 就是福島青年創業 成立一個一個福島基地 然後市政府盡可能去募款 找到更多的資源來投入 這個是要跟高雄青年朋友 特別要來報告的 最後一點 我還要跟各位好朋友講 像今天 我說高雄青年成立一個大機場 假設有人問我 那你這個機場 門要從東西南北哪邊開 那你這個機場 整個航站要多少人 進出流量要多少人 跑道要多長 怎麼樣防火公安安全 怎麼樣安全檢查等等 對我一個市長來講 我講我的需求 我講我的大方針 以及高雄市民的需要 其他 我已經交代我們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你幫我聯定計劃 資金區也是一樣 我需要高雄市 在高雄市不客氣地說 創造一個小新加坡出來 創造一個小香港出來 這個地方有高度自由經濟的流動 如果資金區能夠達到這個 中央政府覺得說 哎呀害怕啊 不 有可能會有其他木馬屠城計啊 有什麼危險 我們四半也可以 高雄市土地這麼大 有四個新加坡這麼大 有三個香港這麼大 高雄市找一塊 用我們海港跟空港的優勢 我們創造一個小新加坡出來 創造一個小香港出來 為什麼不行 香港可以新加坡可以 為什麼我們不行 所以我覺得 如果行政院要在台灣做第一個 資金區 拜託 多多幫助高雄 盡可能把資金區放在高雄 因為我們真的需要經濟能夠脫胎灌骨 而且高雄離台北很遠 政治性敏感度沒有這麼高 就讓高雄整個經濟蓬勃的發展 讓南台灣的經濟整個活絡起來 所以要請行政院要給我們高雄這個機會 以前我在 我覺得每一個單位 每一個組織的成功 要靠兩種人 第一 夢想家 第二 實踐家 夢想家有高度的創意 高度的創新 有不停的點子拋出來 可是沒有實踐家去做 是不行的 所以我在高雄市政府 我實際上自己 告訴我自己 我要當首席的推銷員 The Super Siasman 我要整個要推銷高雄起來 事實上現在高雄的知名度 大概已經是全台灣 全世界都在看 那這兩種組合 我要再一次拜託我們高雄市的 所有的市民朋友 以及政治的精英分子 我們大家整個團結起來 迎接這個幾十年來 最好的發展機會 現在只要到高雄街上 你隨便走一走到餐廳到夜市 你就會看到好多香港 澳門 新加坡 中國 大陸 美國 歐洲來的好朋友 來到高雄 幾十年來 這麼好的機會 如果我們不把握住 不是太可惜了嗎 所以我們一條心 整個都能夠團結起來 那麼要拜託高雄市的 所有立法委員 不分黨派 仔細思考一下至今區 可以為高雄帶來什麼樣的好處 我們一起來團結努力 中央跟地方一條心 我們來從事 希望高雄好 也希望台灣更好 我們大家一起 那今天這個直播 也就是要特別感謝 這個要感謝所有大家 關切我的朋友 那當然最近心情上 是或多或少都有點影響 因為不管我們做什麼都被黑 而且是慢無止境的黑 黑的我現在開玩笑 我每天都要吃一顆退黑激素 跟坐飛機一樣調時差 退黑激素 我每天好像要吃一顆一樣 把這個黑給抹掉 可是重點 我們出發點是一切 為了公為了市民朋友 說實在心裡面 是沒有什麼畏懼跟害怕的 我會繼續來衝刺 非常感謝所有好朋友 對我的關心 那下一次我們直播的時候 再見 剛剛高雄市長 海安國瑜在臉書上投直播 睽違一個半月之後 再讓他直播的原因是因為 他發現最近每天都被黑 而且的話必須講出來 對 因為他被黑之外 他強調說 他為什麼一直在講 所謂的發大財 因為高雄負債太多了 而且很多事情都被卡 而且現在好多人都在黑他說 你證件跳票 八大證件說有四大跳票 但這四大跳票有主客觀的因素 真的能怪他嗎 譬如說F1賽生 是對方有評估說 高雄好像不太適合 所以他們也找了替代方案 但這也怪說 韓國瑜證件跳票 迪士尼 他當然想要來蓋迪士尼 但是對方也說評估 高雄不適合 這樣也算他所謂的證件跳票嗎 另外賽馬的問題有一些 包括博弈的一些相關的稅 還有法條的一些調整 所以是中央打槍 免稅區也是 也是有一些法條的問題 也是被中央來打槍 所以就被講說 他的證件通通都跳票 但是這真的都能夠怪在他身上嗎 市長特別強調 他說他認為大家要不分藍綠 重點是什麼 不要在議會裡頭 我們要做事情 不要為難 為難沒必要 是 剛剛韓市長語重心長 就是說他現在被黑的狀況 可能要是退黑激素 我覺得不只 可能要敷美白面膜 每天被這樣丟泥巴 對不對 抹黑抹紅 韓市長很難做 我不大清楚到底民進黨的議員 或者是民進黨的這些立委 這些政治人物 到底是不希望高雄好 如果你希望高雄好 請跟著韓市長 一起為高雄來努力 一起來打拚 你用這種方式 其實對高雄一點幫忙都沒有 高雄好他們就沒機會了 所以這是酸葡萄 而且不想見不得人好 所以就自私 就是這樣 敗壞台灣就他們 所以剛才韓市長 大概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他點出了高雄困境 第二個他點出了 如何幫高雄找出路發納財 第三個他做了一些城市行銷 他有一句話我感觸很深 他說你去看全球華人 高雄現在的知名度 是所有台灣城市最高的 過去這樣默默無聞 現在透過韓國瑜的這股寒流 全球華人都知道高雄市了 也願意來高雄消費過來玩了 所以人慢慢要進來了 再來他講到青年局的工作 最後他說不分藍綠 為高雄打拚 這個我都同意 可是我要講 剛才我們在討論 就至今區的事情 你說這個不管是 時代力量的議員在質詢 或者是綠營的這些政治人物 在質疑他有沒有道理 如果你是用專業的角度 是為高雄好的角度來質詢 那我服了你 可是問題不是 我舉個例子就好了 你知道嗎 民進黨的立委 有一位叫做余婉如 他在3月份的時候 在立法院執行韓國的至今區 你知道他怎麼講的嗎 他說至今區就像過期的食品 會吃了會拉肚子 如果至今區先在國民黨執政的 高雄 台中 新北市 如果先試行的話 那就是為一國兩制開大門 這個叫老殘立委 對 至今區跟一國兩制什麼關係 你們之前才把九二公司 跟一國兩制掛在一起 現在又把韓國瑜要的至今區 又跟一國兩制掛在一起 所有的事情都要到一國兩制 所以這不是政治化 什麼才是政治化 所以我就說了 假設你是用專業的角度去質疑 質詢韓國瑜 那我尊重你 可是不是 你就是用意識形態的角度 用政治性的角度 你又是用抹紅的角度 在質詢 質疑韓國瑜 所以這個是大家沒有辦法信服的 我跟大家報告 至今區在審查的時候 那個條例在立法院審查的時候 是2014年 當時事實上我在立法院做助理 就我對這個稍微有點了解 當時這個什麼 經濟會提出來的數據 至今區一年可以幫台灣 創造300億的GDP 所以這個數字是當時提出來的 為什麼2014年 當時在立法院審了三條 就沒了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的杯葛 當然我跟他講的小故事 我去年寫了一篇文章 還滿多人點閱的 這個當時經濟會主委 這個什麼 蔡英文寫了一封公開信 就質疑至今區 就說你這個什麼 類似也是抹紅 意識形態的質疑 結果當時的經濟會主委是誰 管宗敏 管宗敏還出來 他用自己的名字 發了一個新聞稿 就跟蔡英文講 不要為了你一個人 而把台灣的前途給陪葬了 現在來看就是如此 就韓國瑜他剛才不斷的強調 高雄要一個大的機場 國際的大機場 再來就是什麼 至今區 要鬆綁人流物流金流 幫高雄發大財 這個是他的解方 結果他提出的解方 不是你滿不滿意的問題 是你光看到韓國瑜提出來 逢韓必反 你就覺得他不對 不應該做 所以你就這樣卡他 這個可以交由社會 或交由高雄市民來公平 有沒有道理 當高雄或說韓國瑜 他急著找這個解方 要幫高雄找一條出路的時候 結果民進黨不斷的設重重阻礙 或者是其他在野黨的議員 設了重重阻礙 你要給韓國瑜難堪 結果難堪了什麼 是自己 或者是你們的意識形態 或者是把他阻礙了整個高雄 所以我真的要拜託 今天韓市長 我覺得真的是語重心疼 他有點用這個 像市民報告的這種心態 或者說方式 直接訴諸於什麼高雄市民 他就是要怎麼跳過 這一些比較不理性的 或者是這個時候 充滿意識形態的這種質詢方式 直接跟市民報告 我覺得這樣的方式很好 剛才我們直播的人士 不斷不斷的往上竄生 這個當然韓市長還是很有魅力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當議會 是用這樣的方式的時候 我覺得韓市長另辟途徑 跟市民直接的報告 向市民直接的負責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最後還是呼籲 藍綠一起為高雄市民加油 而不是在那邊扯後腿 沒錯 大家都只想要過的是 好日子 好生活 所以韓國瑜在直播當中 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他一直說 為什麼講要發大財 因為高雄欠的債務 實在太多了 3300億 是 但他也報告說 為什麼想要自經區 就是因為希望能夠 替高雄找財源 他念字在字的就是 怎麼樣賺錢 非常的憂慮 我覺得韓市長他是人 他不是神 唯有上帝能夠七天創造世界 他現在不過上任四個月 你去說他跳票 他在正要兌現他每一張支票 我想請問一下 質問他的這些高雄市議員 你們每一個人 也有跟選民提出你們的證件 你們誰四個月 就可以兌現自己的證件 我是不是也可以一一去檢視你們 然後說你們跳票 現在才四個月 如果大家要這樣檢視的話 我們來檢視長一點好了 我們給陳菊長一點的時間好了 2006年陳菊在選第一次市長的時候 他說要讓高雄成為一個光榮城市 OK幾年了 2006年到現在幾年了 13年了 我看是韓國瑜上任以後 高雄現在才成為光榮城市吧 2020年的時候陳菊選第二任的時候 他說什麼 他說他要把高雄的舊港區 要打造成國際級的片場跟隱城 現在有國際級的片場跟隱城嗎 還沒有 好 第二個 哪一個片 他說要 他還說要打造一個 自由貿易的仇運中心 跟自貿區差不多 也是還沒有 也是還沒有 這個是2010 然後他說他要什麼 他要防洪治水 這是2010年喔 過了8年 他也一樣跳票 一樣做不到 那2014年 他又說了什麼 他最後一次選舉 他又說什麼 要讓高雄不再淹水 不再淹水喔 所以去年的5000個天坑 其實不是發生在高雄 不知道發生在哪裡 所以我只能說 陳菊市長 他每一任的時候 他都有政見 我們給他充足的時間 讓他去實現 但是13年後 我們現在才開始檢視說 他1111的跳票 這是我們對政治人物的檢視 你可以檢視 你可以監督 你可以一直watch 可是你不可以刁難 你不可以雞蛋裡挑骨頭 他上任四個月 坦白說 該一棟房子都不止四個月 四個月鋪了80幾條路 那是什麼 四個月有幾天 大家可以算算 120天鋪80幾條路 他兩天就要鋪完一條路 大家知道鋪路不是說這麼簡單 全高雄現在都沒有住人 也都沒有車子 然後我可以每天在那邊亂施工 不是 我要不阻擾市民的交通 我又不影響大家晚上的睡眠 我要抓緊時間去鋪路施工 然後我要在四個月裡面 鋪了80幾條路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 大家要憑良心說話 你不喜歡韓國瑜 你可以不喜歡 你要批評韓國瑜跳票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用同樣的標準 來檢視他的前任市長 過去陳菊13年 每一次連任 每一次競選 他跟高雄市民承諾的事情 13年後 高雄市成為一個 負債兩三千億的城市 所以不要再讓高雄 變成一個口水戰 其實說實話就是這樣 剛剛韓國瑜他一代強調 他認為要做一個市長 要做一個領導者要兩件事 一個是夢想 一個是實踐 所以他除了有夢想 他之前有很多的想法 證件提出來之外 重點是他其實一直在實踐 包括他也說了 梅雨季快到了 所以鋪路危險 但鋪路也很花錢 這些事情議員有關心嗎 議員有在問嗎 是 所以我們就講是說 高雄市民在乎的是什麼 議員你們應該本於職責 本於對市民的責任 你們應該去關心那些事情 而不是一直在細微末節 或者是說雞蛋裡挑骨頭 更惡劣的是要扯市政府的後腿 只為了說要成就你 薄板面的一個虛榮 跟這樣子華而不實的質詢 其實我覺得剛剛韓國瑜 這20分鐘的直播 我感受很深 因為韓國瑜他一直講是說 他要當一個超級推銷員 他不是 他已經當選市長對不對 但他從以前到現在都一樣 他就是要當超級推銷員 他現在並沒有因為說我是市長 我可以開始作威作福 沒有 他一樣是在做牛做馬 而且做牛做馬是更加深 更努力 更來打拚 你看他剛剛講什麼 他剛剛講是說他去澳門的時候 問到了花卉 拜託人家說給他第一筆訂單 人家說他不知道 因為以前他們澳門的飯店 用量花非常大 但都跟外蒙古訂 所以說韓國瑜就說 那是不是可以來試試看高雄花 因為高雄花真的可以喝肉 真的很棒 所以對方就講說 好吧 不然我們先試試看 第一筆好不好 6600萬 其實6600萬說真的 以一個市長來講 他可能出手 NOU大概也簽到84億了 6600萬可能只是零頭 但是韓國瑜是什麼反應 謝謝 你看這個誠懇跟感謝的時候 沒錯 就是一分錢是錢 100萬是錢 1億是錢 對韓國瑜來講 只要能夠幫高雄市民賺到任何一分錢 他都一樣的感謝 而且請注意 韓國瑜是高雄市的推銷員 但是那6600萬也好 84億也好 有沒有哪一分一毛 進到韓國瑜口袋 沒有 全部受惠受益的全都是高雄市民 韓國瑜就只是一個推銷員 但是他可以乾之如一做牛做 我覺得這一點就是 真的一個高雄市長的一個高度 而且重點是 他有講到說萬商雲集 萬商雲集不就是像 我們剛剛上一段節目在討論 這個自貿區一樣嗎 就是要人流 物流 金流 就是要流通 就是要流通 所以說高雄已經在韓國瑜執政下 這四個多月 已經開始熱鬧滾滾起來了 你高雄市議會沒有鼓勵 也就算了 你還不斷的在雞蛋裡挑骨頭 而更重要一點 我們講一個實在話 就是說真的 如果說你聽不慣發財的話 我們換個角度講好不好 拚經濟可以吧 隨便Google一下 蔡英文總統過去三年內 講了不下幾百次的拚經濟 我隨便今天早上Google了 上萬筆的資料 現在經濟真的有變好嗎 如果說你真的覺得 一樣的標準的話 是不是要檢視一下 蔡英文總統 我現在已經不想要 把韓國瑜跟陳菊來比 你知道嗎 我就直接拉蔡英文來比 因為我覺得說那個高度 韓國瑜已經是可以跟蔡英文 相比相提並論的高度了 所以我覺得今天 如果說你要雞蛋也挑骨頭的話 不好意思 先來檢視一下 過去三年裡面 講了幾百次拚經濟 但是到現在 都沒有任何成果的蔡英文 我覺得這才公平 好 這樣是不是 也是所謂的跳票 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剛剛高雄市長 韓國瑜說希望大家理性 我們要問的是現場高雄市議員 有沒有剛剛這樣子 比你在那個議會裡面聽到 其他議員的質詢更快 其實看韓國瑜市長 是很清楚的向市民報告 這些你看是很具體的數字 其實也是一些很冷冰冰的現實 剛剛如果大家注意聽一個數字 高雄市一年的資本門 才200億出頭 一個高雄市民一年能夠分到的 建設金費大概六 七千塊 是其他六都 有些只有一半都不到 所以為什麼韓國瑜市長 這麼想發大財 因為巧富難為五米之炊 他當一個市長 他一定要努力的拚經濟 他剛才講說他是一個 Salesman 其實我覺得他是扮演的 CEO加Salesman 他不只把這個團隊 要把它組織好 各個局處都各司其職 我相信他的置金區 未來在業副市長 還有金發局的規劃之下 一定也會給中央提出一個 非常好的建言跟方向 鬆綁法令讓人流 金流 還有物流全部進到高雄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對市民最負責的一個 市長的一個代表 我覺得我也很希望說 未來韓國瑜市長可以定期的 可能每個禮拜 後面兩個禮拜 向市民報告 把這些事實 讓高雄市民全部知道 不要讓一些綠營的議員 或者任何的媒體 再來酸言酸語 沒錯 其實韓國瑜你看 他選戰打到現在 都被民進黨罵成這個樣子 但是他為真不破 所以擋住了很多的壓力 所以如果說選舉的話 要選出最強的人 你就必須會被放大檢視 我們來看看這個是誰 郭台銘 當然也是國民黨裡面的A咖 但是沈富雄 他有提出來所謂的七大罩門 像你未來如果說 真的是選總統的話 鴻海怎麼辦 財產怎麼辦 鴻海是不是血汗工廠 12個工人為何會跳樓輕聲 這恐怕都是郭董 會問到的問題 是 其實從一開始 郭董宣布要參選 大家都很懷疑這些 包括我到現在都很懷疑 就是他在中國的產業這麼大 他怎麼去面對這個問題 他怎麼做一個適當的處置 尤其是他前兩天 我覺得郭董講這句話 讓我覺得非常有趣 他說他離開富士康跟鴻海 會反而對鴻海更好 我就覺得這到底在說什麼 這邏輯是 對 因為這個很奇怪 那表示過去這幾十年 是你在耽誤了鴻海嗎 是這樣的意思嗎 我就覺得這個 有點邏輯不太通 我們都知道 郭董在商業上 是非常有成就的一個人 鴻海能夠成功 當然跟郭董個人 絕對有非常直接的關係 所以你在這個時候告訴我說 其實鴻海不需要你 這個讓我覺得還滿奇怪 再來我就必須講 就因為他在中國 有這麼多的產業 這麼多的員工 所以我們都可以預期 未來民進黨一定會 對這些事情不斷的踏法 不斷的攻擊 你像看韓國瑜 只不過去中國大陸晃一圈 就被人家罵的時候就賣台了 就說他承認一國兩制 實際上從來沒講過這些東西 何況郭董在中國大陸 經營生意數十年 他有這麼多的員工 這麼多的資產在那邊 你覺得民進黨會怎麼樣 去抹黑攻擊他 即使郭董最近不斷的在強調說 我根本不顧北京反對 然後甚至什麼 你不爽的話 我就把廠全部牽走 你想想看可能嗎 你幾十萬員工 你想牽就牽嗎 怎麼可能是你說 就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更不要說他還去講說 韓國瑜說什麼進中聯辦 怎麼樣 他說以前中聯辦找他 從來不去 郭董是一直很努力 想要撇清這個關係 可是問題是 你覺得這樣的撇清 有說服力嗎 我覺得恐怕很難 因為連韓國瑜 只不過去繞一圈都這樣子 你跟大陸千絲萬縷的關係 你要撇清真的更不容易 所以我覺得郭曼英董事長 假設真的 未來國民黨 決定由他出來的話 他必然會被質疑 甚至假設初選 真的按照國民黨黨主局 吳登英講的 你們要進行這樣的 證監發表會 甚至進行辯論的話 我必須說 甚至你同黨內的同事 就會有人質疑你這個問題 我覺得大概是 絕對跑不掉的事情 其實根據歷次民調 我們會發現一個 很奇怪的現象就是 韓國瑜是國民黨 最能夠吸其他政黨票員的人 包括中間選民 包括一些淺綠的 可是如果換成郭台銘的話 老實講 中間選民跟淺綠 恐怕就不是那麼被吸引 反而這些票會被誰取代 會被柯文哲取代 這些票就被柯文哲接收走了 所以不管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 郭台銘 董事長當然是非常優秀的人才 可是他適不適合打這個選戰 適不適合爭取這個位置 我個人是存有非常大的懷疑 好 剛剛彬哥講到民調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數字 這是最近一個親綠媒體 他們所做出來的一個民調 包括說如果說韓國瑜出來選的話 跟蔡英文還有柯文哲 三個人相比 他會是民調最高的 35 換成郭台銘之後 同樣是這三個人相比 可是就發現了 他的民調數字 跟韓國瑜比起來會差了10% 那10%到哪裡去了 剛剛彬哥有分析到 跑到了柯文哲這邊 以及跑到了魏表泰這個地方 其實除了說這個票數的分流 我們說選舉最重要的 還是票之外 還有一種就是認同感的問題 比如說郭董大家都知道 霸氣 但是是不是也有人講到說 他在面對一些問題的時候 他講話的時候 其實他好像政治Sense的部分 晚上比較有長篇大論 他有火很猛烈 但是白天的時候講話 相對的也比較含蓄 郭台銘的臉書上的小編 應該不是郭台銘自己 親自知彬的 他有幾個小編 所以他的 應該是團隊幫他寫東西 所以能夠長篇大論 他個人如果應對媒體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了 所以他在未來的選戰中 當記者跟他賭麥的時候 他可能是招架不住 那就要等到晚上的代工 來幫他把媒體招架不住的東西 把他補足 這個很有可能會發生 第二個就是說 富士康在大陸過去的優勢 已經不在了 因為大陸已經進入工業2.0 就是我們講工業4.0了 我們把它稱之為 攻擊策的結構性的改革 還有就是他們2025的計畫 他們不再做代工了 他們要做產業升級 要做自主創新 在這個部分裡面 鴻海的自主創新的表現並不好 例如說他們自主創新的手機 賣得並沒有很成功 他們自主創新的這個液晶面板 也沒有賣得很成功 所以鴻海比較大的特色 還是在做代工 可是中國大陸目前來講 已經在做轉型 他們不再希望 他們是一個代工廠 他們希望是自有品牌的工廠 所以他們的汽車也好 手機也好 你看他們的華為 中芯 小米 都是自有品牌 他們本身的家電用品 海爾 那麼都是自有品牌 他們的西裝 他們的飛機 他們的高速鐵 都是自有品牌 他們的汽車 都開始在走自有品牌 他們不太歡迎 也不太喜歡在做代工 所以我個人在高度懷疑 富士康在大陸 是不是已經開始面對一些困難 一些困境 那麼這樣的情景下 以郭台銘目前的一個做法就是說 因為他很喜歡戴帽子 尤其是戴有國旗的帽子 當你越要凸顯你戴帽子的時候 別人可能就會 也會去問你 說你在台灣 一直戴有國旗的帽子 你在大陸 會不會把這個帽子也戴過去 你到美國去 你戴的一個美國國旗 一個中華民國國旗 你在大陸的時候 你的帽子是怎麼戴的 可能因為你越想要凸顯這個的時候 別人就會越問你這些事情 以民調的情況來看的話 我覺得郭台銘也面臨了一些困難 就是說他的民調支持度 相當有可能選戰 越一直打下去的時候 民調支持度可能慢慢的 可能會遭受到更多的壓力 那麼可能會慢慢的下滑 這樣的情景下 對於國民黨未來的焦慮 那麼還有立法委員 他們的選戰裡面 你能不能產生這種媒體的效應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看 如果韓國瑜以目前來說 國民黨看起來就是要初選了 韓國瑜是他說 各種形式的初選 他都沒辦法參加 馬英九也給韓國瑜背書 說你不適合參加初選 他不是這樣講 他的意思是說 韓國瑜參加初選 確實有不方便的地方 好 這樣的情形下 沒有韓國瑜參加2020年 郭台銘假設他代表國民黨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們 你們歡迎不歡迎 你們支持不支持 我覺得這一點國民黨的立委們 想一想 是 所以2020選的不是只有總統而已 還有立委 就牽扯到台灣政局藍綠板塊 甚至是無色血景的變化 先進一段廣告 好 今天下午有一個現場 很多人也在關注 在關注這個手怎麼樣抖 好 我們前總統陳水扁 今天來到台北辦新書發表會 但是有點酸 他說今天媒體來拍我 都是來看我手有沒有抖的 甚至還跟中間喊話說 我跟你講 我在台下講 我不是在台上講 我沒有違法 你看陳水扁 保外就醫的光怪陸離現象 到現在還在逍遙法外 一個犯人 藉由醫病職能治療 你說這樣子叫做 睜一隻眼還是閉一隻眼 手抖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跟你講 不管他怎麼說或是說法 都很難盡視群疑 因為大家都心裡有數 你覺得全台灣的這些觀眾 還有稍微有嘗試知識的 一些成年人 看了這些畫面 會覺得自己是真的相信 陳水扁的說法嗎 手抖到底是真的假的 套一句 剛剛我們休息的時候 賴老師 我們在開玩笑講 對 我也覺得手抖是真的 老師 為什麼 因為只要燈一開他就抖了 然後只要沒聽鏡頭 攝影機他有鏡頭 他手就開始抖了我跟你講 燈一關起來 或者是鏡頭沒照 會不會抖 我不曉得 但是大家就是知道 你到底在幹什麼 所以今天辣台妹蔡英文 你在5月3號禮拜五 你下面的法務部中間 你就核准陳水扁 可以18度的保外就醫 剛好主張特赦陳水扁 最有力的是誰 就是他競爭對手賴清德 那時候賴清德獲得獨派支持 扁又牽動獨派的勢力 你蔡英文是不是 藉此去拉攏獨派 所以根本就司馬昭之心 路人皆知 你有種辣台妹 你對大陸很辣 你對陳水扁也辣一點 你不要讓人家覺得 你對他很硬 對陳水扁就軟了好幾截 所以今天陳水扁 為什麼能夠這麼囂張 中間跟法務部拿大沒轍 不只是姑息所以死難 而根本就是 如果讓他故意這樣搞 所以不管手抖不抖 還是有沒有所謂的之前肉尿 還拉柯文哲來背書 我覺得不要再把 全台灣人民當白痴 台灣的法律 就是被你們這一家人 不肯認罪 不肯妥協 還逍遙法會 是法律的武物來摧殘 來 子智 我記得陳志忠 他兒子在選市議員的時候 黨內初選 阿扁不是去幫他站台 當時阿扁拿了一個超級大的 那個什麼菜頭 拿給陳志忠 如果是一個手抖這麼厲害的人 怎麼拿那個菜頭 你們覺得陳志忠很不孝嗎 對不對 讓你親愛的爸爸 對不對 手抖這麼厲害 還拿那個菜頭 所以真的 我覺得真的很鬼扯 我覺得就是軟頭穿骨 我覺得陳水扁不斷的 不斷的在踩那個紅線 而且在踩台灣人民 對他的容忍度的那個紅線 我覺得到這個時候 如果中間還睜眼說瞎話 說阿扁不需要回去 我覺得你這個蔡英文 所謂的司法改革 你怎麼說得過去呢 當時阿扁要保外就義的時候 四大原則 不上台 不演講 不上台 不演講